两岸已进入准战争状态 请问发言人对最后评论 翻了翻稿子 神情好尴尬 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 被问到这个问题 一直找不到适当的说辞 只见大家大眼瞪小眼 空气瞬间凝结 定格30秒后 他竟说出 我们先问下一个问题好吧 究竟是不好说还是不能说 虽然朱凤莲最后有补回答 但这个当机让外界发现 中共高层根本没有将准战争状态 列入问答题库 更谎论战争状态 只是真是如此吗 另一头中共依旧动作平平 启动引擎准备加速升空 抛头干扰弹画面相当震撼 7架战机队形整齐 飞行米秒不差 中共解放军近日首度曝光 空军第五代战斗机 歼20战机飞行训练画面 嚇阻意味浓厚 中共近期不断派出军机 干扰我方外围空域 台海军情紧张情势急剧升温 不过美国国安顾问欧布莱恩 28号在一场演说中提到 美国将保证包括台湾海峡 在内的自由航行权 国安局局长秋国正 29号在立院备巡时也提到 台海近期确实蛮紧张 但我方也会严密注意 国人不要过于紧张 东三财经新闻叶子晶宇家豪 综合报道 国安局局长